哇 要不我们随便吃点回去了吧 要不要 不要去吃 吃饭了 在广山我大妈那边去 兢兢业业 说早上就开始活动了 哇这个点来的好 没有人跟我们抢 这个辣椒是贵州那边的高辣椒吧 难怪是那么香 我得天哪 我必须要把它混去均匀一下 天哪这个太好吃了 这个好入味啊 火锅是一区这个冒泡 冒泡是一个冒泡 就它有 它有辛香麻辣的味道 但是呢它不会像火锅一样 那么重油重辣 它是很适中的那种辣味 辣度 嗯 还以为铁肥的香味 就像我们老家子大朋友 嗯 烧辣椒的味道 我真的好香啊 所以我就觉得它们那个 烤火锅啊 爆炸太香了 就香味儿也有味道 嗯 就在里面放了一下 就老人上一匹的东西 鱼匙吧 鸭匙 鸭匙 我觉得我那一块尾锅 都可以吃得了 我觉得它们真的好自在啊 太大黑肉了那种 但是哪种怕会没得闻 这个 不增淡 在外面路过的时候 很香很香 吃的时候 你闻起来还要长 这个蛋饺要骨那个吧 就太可了吧 它这个肉馅里面 还有那种 红香香菜的鞋 我都吃出来了 一般人包的话 它不是那么长时间 它面就是成肉馅 但是之前它放了 那么多辣椒 我觉得不是很辣耶 我最近发现了一个不得了的事情 就是很多外面人来做 很平均的味道 好像还真的比较好 你看这盖店是一个 一个西北的成庆媳妇拍的 这个味道发湿的吧 还有啊 还有辣椒 待会再去给你点一下 把这份份量有点小 哈哈 你的意思是我很能吃嘛 正常发展是吧 正常发展是吧 对 对 我们仙女就是正常发展 就是比较差不多 主要还是因为这家店 确实很好吃 然后这家店 据我了解的话 应该是真的是刚开的 就我刚刚说的 是一个陕西 陕西的重庆媳妇 开的 但有贵州风味的四川帽 但是是真的好吃 它不同于我们经常吃的那种 最后爆菜了 就可能 就是 就跟我们吃那个火锅 那种香辣程度差不多 但它这个是属于鲜香 鲜香味是 但辣味呢 就没有那么的浓郁 但是吃起来是很过瘾 让人停不下来的 嗯 真的快好吃了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拜拜 我是一个不怎么能吃的阿兰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呀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